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一位溜冰者張開雙手 在冰上進行原地旋轉 這時他的轉動慣量 他跟那個角速率分別是I 跟Omega 然後他的雙手收起 然後高舉過頭 使得原地的轉動速率 這個角速率增加為4Omega 也就是說Omega變成4Omega 那試問他這個時候轉動慣量變成多少 我們曉得這個角動量會少 這樣轉的那個角動量會少 因為他沒有外力矩 沒有外力矩的話 只有這個正向力 這個正向力提供力矩等於0 所以外力矩等於0 所以他角動量從 角動量給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I Omega 原來的I Omega I也會等於I'Omega Omega' 那Omega'是等於4Omega 所以我就曉得說 Omega可以消掉 I'是原來的四分之一倍 所以答案是4Omega' 所以答案是4Omega' 主任問題 I Omeg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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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